你好 欢迎收看8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鲁玫 花莲县政府今天举办了 112年花莲县疫民祭文化活动记者会 现场徐正蔚邀请客委会副主委周江杰等贵宾 一起以挑扁担的形式宣布疫民祭活动 9月2号起到4号接连三天登场 要带给大家不同于以往的客家祭典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12年花莲县疫民祭文化活动 9月2号起一连三天登场 客家事务处处长潘前健表示 今年活动结合了传统和创新 要让更多人深度体验客家疫民祭信仰的内涵 今年的客家疫民祭活动 现场有特别指示要创新跟传统 所以我们在传统上面 仍然会有挑担跟奉饭 还有五线饮 创新的部分 我们加了放水灯 吃糖粥 以及国中小的作文等 对疫民节疫民爷爷认识的一个作文比赛 另外花莲的客家是来自于其他部分 地方 所以我们办了一个客家移民史的一个资料 在9月3号的会场上面会有显示 县长徐正位也表示 今年在世界客家博览会当中 花莲馆展现出花莲客家族群溯源历史 还有很多精彩的推动成果 让大家看到花莲各族群文化的融合 所以变成太平洋左岸中不同的客家文化 我们在这几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溯源的工作 溯源是让我们了解我们从何处来 然后定居在这里跟各个族群如何去融合而迸发出新客家的火花 所以这一次世界客家博览会在花莲馆里面 我们展现的是跟我们圆明文化的融合 而对于我们客家的无论是我们的烟酿 还有成年的这些的味道 融入到我们的圆明以及我们整个馆内 所以在可能可以请大家到我们花莲馆去看看 在花莲馆有我们的饮食文化 也有我们的在地的客家人成为各业界的翘楚的分享 所以客家一鸣季我相信在这一次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而且很多的新的亮点 112年一鸣季文化活动9月2号要在七角川西进行放水灯 9月3号在客家文化园区有吃堂粥、飘蛋祈福、客家八音 及艺名文化创意表演 现场还设有客家美食摊位及趣味游戏体验 9月4号艺名节这一天将在花莲艺名堂 奉林长桥艺名亭 还有富里竹田艺名亭同步举办祭祀祈福活动 县政府欢迎所有乡亲能够共襄盛举 来感受花莲最精彩丰富的客家文化祭祀庆典 绝对会欢迎视报道